但是它并不是没有缺陷 譬如说它还有一些问题 没法解释 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问题 初始时刻以前的情况 基点本身的信息 星系的起研 多是大爆炸宇宙模型 没法说明的 好了 我再把话在这里 说到这里的时候 再问大家一句 大爆炸宇宙模型有问题 怎么办 再建一个模型 可以的 你要把大爆炸宇宙的优势弄进来 然后不做的地方改良它 完全建一个新的模型 可能有点难 但是我可以做一些绝部的修正 绝部的修正 改善它 好 我们来看看 有学者为了弥补大爆炸模型的缺陷 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稳恒态模型 这个稳恒态模型就跟牛顿的观点一样 宇宙年龄是无限的 它既没有诞生之日 也没有死亡之时 这种就称之为稳恒态模型 然而吻合它宇宙模型 与哈勃定律互相矛盾 它与观测证据也不相吻合 当然有人认为没关系 有什么不吻合 我只要我们观测宇宙 在一定的范围内 一定的时间内 不断地心目着无中生有就行了 当然这种观点不容易被大家所接受 这是早期的 疲劳光宇宙论 我跟大家讲过的 疲劳光是指这样一种效应 光子在从遥远的星系 来到我们这里的途径中 可能会失去部分能量 光子能量的这种减少 会导致与穿越距离层 正比的波长的增加 以及红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远的光子过来的时候 走累了 疲劳了 它的能量会减少 Hμ的μ频率会变小 那么导致它的波长增加 变红 按照疲劳光宇宙理论 来自遥远星系的预期能流 会减少一个与红异因子 成正比的量 这种预期的差别 能导致一种可观测的检测 但是现在问题是 你要让疲劳光宇宙论 得到学界的认可 必须首先否决掉 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说光是一个基本的粒子 你对它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你一口把它吃了 要么你不要碰它 我们没有办法把一个光子 像一个西瓜一样的 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的 慢慢地吃 不可以的 所以你要先建立一个理论 叫可拆分光子理论 怎么来 有了这个理论 你才能解释疲劳光宇宙 当然这是一种很好的想法 阿普天体 阿普是一位学者 他发现许多系统 有结暗弱的云雾状喷流 以及具有完全不同红异的天体 连接着 阿普认为这些天体证明 红异至少是红异的大部分 并不是与距离有关的 而来源于所研究天体的内在的特性 解释一下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们说在宇宙加速膨胀 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我们观测到 远处的星系具备红异 而我们解释红异是因为远离我们 导致的多普的效应 如果你能哪一天找到一种现象 它根本不需要远离 也能产生红异 那么我们宇宙的膨胀 不就被否去掉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阿普认为大部分的红异 并不是距离的原因 而是其他现象 其他物理内涵 但是这个东西 现在人类没有研究清楚 是吧 如果你们能提出这种想法来 非常棒 当然也前提要能够被实验所证明 是吧 星系和反星系 宇宙起初是一个弥漫气体 构成的巨大的 缓慢收缩的 球形的种星系 其中包含着 等量的物质和反物质 当密度变得足够高的时候 物质同反物质开始淹灭 这种淹灭会产生出大量的辐射 这种辐射中能中止 并扭转剩余物质的它说 宇宙开始再度膨胀 最后凝结出星系 根据这一理论 预期存在着可观测 宇宙中的星系和反星系的数目 大致是相当的 我们人类能够认识的最大的能量过程 就是物质和反物质的淹灭 加起来全部变成能量 那是不得了的 比安斯坦的1等于mc平方还要扭 对不对 那个emc平方它是指质量的亏损 比如说我们核聚变 核立变的时候 它亏损部分的质量变成能量 这个正负物质的淹灭 是全部拿来变成能量 这太可怕了 对不对 一个太阳遇到一个反太阳 全部变成能量 没有了 太阳从此就没有了 收缩的宇宙 有人认为宇宙的膨胀 与认为原值尺度 实际上随时间缩小的两种假设 是没有办法区分的 根据这一观点 空间并没有改变 星系并没有飞开 而是星系中的一切 包括我们自己 正在收缩 很可怕 听起来 这个观点好像在你们身上不成立 但是在我身上绝对是正确的 我考大学的时候 身高一米六七 很惭愧 惭肺的 按照你们女生的职友标准 一米七以下叫做二对二惭肺的 是不是这样的 那没办法 去年我体检的时候 你们知道这个尺度是多少了吗 1.65 少了两公分 所以收缩的宇宙 收缩的人体 成立 表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正在收缩 但是放到你们那里不成立了 你们还在生长 实际上 我的收缩 是什么原因啊 大家知道 从我的腿 关节 脊柱 颈椎 都是有很多的活动的关节构建的 关节和关节之间 有充满水分的各种柔性的垫片 来支撑人体的骨架 年纪大了以后水分会丢缩 垫片的厚度会缩小 是不是啊 所以年纪大了以后人会驼背 然后高度会收缩 人老了 那么缩了 对不对 如果真的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要收缩的话 那就意味着精细机构常数在变小 精细机构常数指我们的基本元素 氢原子的半径在减少 如果氢原子的半径随着时间的增加再减少 那么构建水的基本要素再减少 我们这个人肯定是越来越少了 是不是 当然我们说现在这个证据还不够充分 这个理论有一个值得渐渐的优点 它说明了绕过大爆炸理论基本的困难 初始基点的一种可能的方法 天文学上的东西 只要你大胆子去想 就怕你想不到 没关系 错了 没关系 拿出来大家也需要了知 对不对 当然会促进其他学者的进步 非常好 要充满想象 如果你说你我很呆板的 我正能老是说什么 那你不要研究天文学 我们知道中国的天文学 在世界上非常那个的 大家很 因为我们教学的方法有问题 你要想提出一种 别人没提出过理论 那不敢 我们首先想到 因为书上没这么说过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要成大家 在自然科学里面成大家 还要等几十年 等到我们这个教学的模式改变 理念改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